1.根部缺水 空心菜适宜生长在湿润的环境中 长期未浇水,使得根部处于严重缺水的状态 会影响空心菜对养分的吸收,导致叶片出现发黄的状况 此时需往土壤中浇灌适量清水,浸湿全部的土壤 2.浇水过多,在养护空心菜时,需严格控制浇水量 不宜浇水过多,否则会使得土壤中缺氧 使空心菜根部出现腐烂的状况 使得空心菜无法正常呼吸和吸收水分 长时间下来,叶片就会出现发黄的状况 需立即停止浇水和施肥,并经常松土,使土壤处于疏松的状态 3.缺乏光照 空心菜在生长期间对光照的需求较大 长期生长在阴暗的环境下,无法正常进行光合作用 就会导致空心菜叶片出现发黄的状况 因而,栽种空心菜时需选择向阳的地块 使空心菜充分吸收光照 促使叶片进行光合作用 使枝叶生长得更为翠绿 4.缺少养分 空心菜在生长期间对养分的需求较大 长期没有给空心菜施肥,就会使得叶片出现发黄的状况 日常养护空心菜的过程中 需每隔半个月施加一次腐熟的叶肥来补充营养 注意每次施肥不宜过多,以免产生肥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